小姐 你看你需要点什么 我们可以给你介绍的 对 润肤品 化妆用具 首饰 帽子 我们什么都有的 雪花糕 用雪花糕吗 我给你拿 我们这儿有三个牌子 不过我还是推进 花露水 燕盐水 玫瑰筋 芋绒粉 洗发膏 晾发膏 香脏 这些我都要 那你要什么牌子呢 小姐 你看一下 这是我们最近卖的最好的亚霜 也是我们常说的雪花糕 给你试一下吧 不用了 涂一点吧 我试用看不出效果的 对啊 你看 这瓶亚霜是新美丽公司 刚刚推出的 这一季的主打产品 美白和滋润的效果 都是极好的 闻起来还有一股玫瑰的香味 这一瓶呢 是老字号的 病人公司的王牌 每一天啊 都要卖掉几十瓶呢 小姐 口红也要的吧 口红 对啊 化妆不涂口红 那不是跟出门裸奔一样 女人都用啊 当然了 你看 这么多颜色 你可以都试一下 不不不 不用了 不用了不用了 来吧 试一下吧 不同的唇色呀 搭配不同的妆容 不同的衣服 还有不同的场合 这个可千万马虎不得 小姐 你这么漂亮 皮肤又这么白 什么颜色都用得住的啊 你看 现在这里这么多颜色 都是我们今年最时髦的颜色了 那 都包起来吧 这两个也要 好的 你稍等啊 小姐 我跟你说啊 这个玫瑰金可是马虎不得的 还好你来了我们这儿 万一在外面买到假的 那可是不得了的 要烂脸的 好 好了 都在这儿了 小姐 东西太多了 用不用我们找人 帮你送回去啊 不用 那你慢走 下次有什么需要 还来我们这儿啊 还有什么事吗 你知道孕妇都需要什么吗 慢走啊 慢走啊 周恒 你这是做什么 东西多了都没地方占了 我怕你用不惯外面的东西 使我思虑不重了 你应该分几次给你送过来的 那里是你睡惯了丝绸被褥 枕头也给你晒凉过了 这些呢 是你平时最爱吃的蛋糕和西饼 我路过观生员 远不住给你买了些 咖啡家里不多了 不过 我跟商贸厅就预约好了 下次海外的货船一到 第一时间就给你送过来 我不需要你做这些 我明白 可我们不是还没离婚呢吗 就算是离婚了 也可以做朋友了 朋友之间互相关照一下 不是很正常的事吗 小姐 交个朋友吧 让开 不 你知道吗 我求了中文好久的 才带我过来的 你在看照片馆的吧 你是摄影师是不是 这样 你给我拍一套照片 什么风格的都行 那为艺术献身 咱也在所不惜啊 好 干 这 什么 什么 你这在干什么玩笑 你这 你 你想干什么 我 我 你好 由于在这边打扰你了 非常感谢 我 我帮你拿下吧 怎么了 怎么了 你看看人家 你干吗去了 淋这么多东西 没什么 有些杂物 我去做饭 做好饭了呀 辛苦了哦 从明天开始我跟你轮班吧 总不能老让房东一个人忙活眼 没关系 你买的小点心味道好好 我以前都没吃过 你以前可能买的洋货比较多 这家搬摘货也是老字号了 这号称全上海最好吃的水晶羊肉那家 他家我倒是吃过 但我没吃过这款 可我还是需要咖啡呀 你没买咖啡的 是吗 孕妇不能喝咖啡 胡说 谁说的啊 我说的 回来 不行 不行 好不好 周恒应该给你买 你怎么没打开口 你别把我想的那么没有骨气好不好 出轨了我的闺蜜 我都是快要离婚的人了 难道能备几瓶雪花糕和几袋咖啡就收买啊 你也太小丑了 在动物的世界中呢 雄性动物为了得到雌性 会努力地抢夺食物和地盘 会不断地拼杀 比起得到雌性更多的青睐 可惜啊 这些都是有期限的 一旦得到了 有了新鲜的雌性到达这片地带 新一轮的抢夺和拼杀就又开始了 人和动物没什么区别 生活就是这样 你也不要太失望 喂 葳葳啊 我发现你年纪虽然小 但思想很消极点 其实我的生活不差 虽然我家境贫寒 但我妈妈一直很宠爱我 她以前做着最辛苦的工作 也要跟我上学堂 穿体面的衣服 是干净的食物 她靠她自己的努力 改变了我的生活 她说她做这么多 就是希望我长大了以后 不用用尊严去交换任何事情 你母亲很棒 是啊 可惜 还没等到我有出息孝敬她 她就病死了 她也跟着说过 她也跟着说过 缘分是一场遥远的约定 总在你不经意间悄然而至 你笑什么 没笑 你刚笑了呀 你还在笑 贝贝啊 以后多多点书吧 什么意思 泰哥我没说过这句话 不过你放心 我有一个好妈妈 我一定会成为一个好妈妈的 吃饭